大家好,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原生物點鈴 那塔溫泉之鄉融化語言日之圖 魔神任務第五章第一幕 做到這個溫泉之鄉了 對到這個點位 我們來到右手邊這個行列形象穿過來 好,落對之後呢,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地圖下方 然後 行走 跟著任務直引走 好,然後我們從這邊爬上去 開一下這邊的傳送錨點 開完之後呢 繼續小地圖下方 然後在我們遠處有個七點神像 可以按氣鍵然後變成這個龍 按一下E鍵 往前拉 好,過來開啟 然後我們按下Q鍵 按下Q鍵可以變回原型 然後來開啟 好,那之後呢 在你的隊伍中準備一個這個卡其娜 準備完之後呢 你追蹤一下下方這個七點神像 你這邊地圖應該是黑的 我們先把這個七點神像開了 把地圖開了 然後我們 按一鍵 按一鍵然後變成陀螺形態 然後往上走 從這邊走上來 直接從這個山爬上去 好,上來之後呢 我們 直走過來 過來之後呢 在這裡應該會 經過會接到一個任務 我們先不管它 然後我們再繼續 南方向地圖下方 隨便往前走啊 我們先去開那邊七點神像啊 這邊有一個矛點 我們先開一下 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啊 隨便走上去 隨便地圖的話 應該是黑的啊 然後從這邊走上來 這個矛點開完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往下走 繼續往下走 然後去到這個 七點神像的位置 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在遠處啊 鎖標指的地方 那個位置 有七點神像啊 我們先把神像開了 好,過來之後呢 這邊就是神像的位置 你自己過來開一下 好,開完這個神像之後呢 我們再去到左邊這邊 傳送矛點來 絕中一下 然後小地圖左邊 西方向 然後從那邊走上來 那邊走上來 我自己來看 你自己來看 好,那邊走上去 咦 哦 那邊走上去 好,那邊走上去 好 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然後從那邊走上來 好 好 好,過來之後呢,這裡的話是有個矛點的 來開一下 好,沒有觀景點啊,可以看一眼 好,然後直走 來到這個溫泉之種這裡 好,這邊對話之後呢,直走 任的任務直行走,小地圖下方 好,來到這個房子這裡 更換了 好,這邊對話之後呢,我們看向這個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 小地圖左上角這邊走過來 點任務決鐘 對話 對話之後呢,回頭 小地圖右邊 點任務決鐘 東方向地圖右邊 點任務決鐘 好,這邊對話之後呢,繼續點任務決鐘啊 小地圖右邊 東方向 順便 有需要這個履顛啊 去到這個履顛啊 直接跑過來啊 好 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要打怪 小地圖左邊 你先把這個怪自己清一下吧 主要是給你試用角色的 好 這邊打完怪之後會對話 對完畫之後呢 繼續點人物決裝小地圖下方 就是讓你試用一下這個瑪拉尼一樣 好的 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小地圖上方 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跟著任務指引走啊 好 好 這邊過來之後呢 來這裡 就打這個叫什麼 打這個 深淵戒滿啊 好 嗯 好 然後把怪清一下 打掉了 然後來對話 好 對完畫之後呢 小地圖左邊 西方向地圖左邊 來到這個任務提示的地點 好的 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我們參加溫泉聚會啊 然後點任務決裝啊 小地圖左邊 所以畫啊 自己跟著任務指引走一下 地上有一個金色的線啊 跟著任務指引走就行了 好 在這個洞這裡啊 小地圖左邊 好 那第一張就做完了 然後我們下一期來做第二張 好 下期視頻繼續